女星兵佳琪 现年49岁的女星兵佳琪曾为空姐 在任职期满三年后选择离职 凭借美貌和精湛演技踏入演艺圈 并且正式加盟本土剧演出 与八点党爱中完美诠释了戏中反派角色 也让他人气瞬间飙升 在之后成为戏剧类的固定班底 还在今年热播剧世锦豪们中有出色的表现 然而近日他却发文大叹 该面对还是要面对 身上的肿瘤变成癌症了 消息一出也让观众们为之震惊 根据TVBS新闻网报导 世锦豪们于近日正式杀青 身为戏中演员之一的冰佳琪 前阵子才和大家一同于酒会上庆祝 气氛热闹又欢乐 几天之后八日无预警晒出几张医院的单据 并宣告自己不幸离癌的消息 也让人得知后感到相当遗憾 冰佳琪先是张贴了两张医院的检验报告 以及住院同一书随后于文中透露 其实自己罹患了甲状腺肿瘤 已经持续追踪了三年 没想到最终病情没能得到控制 现在竟恶化成了癌细胞 让他逼不得已之下只能入院动手术 原先以为仅需切除离癌的部分就好 但医生的建议也让他吓了一跳 冰佳琪提到医生认为必须将甲状腺全部切除 才能以绝后患 但这样的做法却会导致终生必须服用甲状腺素的后遗症 但比起失去的部分 冰佳琪仍然认为必须做出取舍 因此听从医师的建议准备动刀 最后冰佳琪表示 为了防止手术时有任何三长两短 从现在起就会开始积极调理身体 免得一部小心元气大伤 他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放松心情 面对接受病处理 静后开刀的日子 也对自己加油打气 我会加油 只祈求不要扩散到淋巴 消息曝光后 网友们也纷纷献上祝福 放宽心 他就成不了大事 加油 祝早日康复 我也同样在追踪中 大家一起加油